回了一通電話差點丟掉一命 在台北縣這名男子上個月發現手機裡面有一通未接來電 於是他回播之後然後厄運開始了 他遭到了對方強行掳走壓到山上痛打一頓 還差點被活埋在公墓裡 到底怎麼回事?來看我們的報導 只不過回播未接來電中的一組號碼 竟然差點惹來殺生之禍 而且對方不再堵在家門口 還把人強行帶上山區 先用遠鏘毆打再用開山刀砍傷腹部 造成被害人左邊腰部縫了十幾針 頭部和四肢都出現大撇鬱傷 台北整床怎麼沒嚴重? 是 百姿多位了 百姿多? 百姿多邊啊 百姿多邊啊 哇 你看他很不甘啊 白骨頭怎麼會這樣 你都沒白沒膚啊 我這是大媽吧 可怕的是即使已經傷痕累累 但對方還是不肯放過 甚至放話要把晨星男子活埋在基隆山區 還要求他自己選擇地點 只不過是一通未接來電 有必要下手這麼狠毒嗎? 只因為誤撥到手機電話 撥到他前女友的男友的電話 結果聲音被對方認出 然後這名男子因為懷疑說 這被害人跟他前女友藕斷絲連 於是把他紀佑約出來 然後對方將他強壓上車後 再到基隆市一處空地 原來三個人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 中間的檢訊女友先後和兩人交往過 但黃信祖先卻認為被害人是造成分手的原因 才會引發殺機 而警方經過調查後 先起出作案工具 再追出其他共犯 終於還給被害人 這個就是拱刀 中間我國王數據華川台北採訪報導